来来来 我们问阿松 阿松说2020年有大半年的时间 你的收入有卡卡 很卡很卡 2020年 因为2020年其实 一开年的时候 大概2月 就是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 很不错 是很多工作都来问的 来接我们尾牙接不多 但是春酒 然后活动 然后甚至有一些外场的什么 马拉松 直播 我记得那时候 我的经纪人一直来问 工作都排到5月 好开心耶 真的真的 然后想说这样很不错 结果没想到年还没过完 先是最卡的是孩子开不了学 记得吗 对 寒假的时候不是小朋友开学延两周 对 我想那怎么办 工作不就会卡住吗 不会卡住 因为工作全部取消 超卡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 从三月开始 大概就零星通告 一个礼拜如果有一个算不错了 然后自己本身的一些外场活动 都取消掉了 然后可是孩子还是要念书 还是要补习 小朋友除了上学之外 那个爸妈我们还要给孝亲费 对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有开店 本来想说还可以从店面那边 有没有 然后一年我们会发一次 大家股东的分喉 是 就没想到疫情开始 网路上大家开始在购买 然后呢 店 路上都没有人 对 其实做餐厅啊什么老板很可怜 很可怜 你薪水要照样发 是 房租也要给 薪水要给 然后呢 重点是我们还希望说 不要关任何一家店 因为你一关店 那员工就失业了 对 你一关店 员工失业 他们家孩子贷款的啊 什么东西学费都付不出来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想说那先不要发鼓励 还好没有发 那个钱就是一直不断地去支付 各个店面的支出 对 然后呢 我一直记得四月底的时候 还跟我老婆开口说 我那个零星的通告啊 拿来的钱啊 就是家里这样用就用完了 可是还是 譬如说保单来的时候没有钱 然后呢 贷款 还有我们没有房贷 但我们有车贷啊 还有孝亲费 我就说 可以跟我老婆 兼党一点来用吗 真的蛮悲惨的 真的啦 跟我老婆开口 说说这个心情就是说 没有钱了 但是单子来了 单子来了 那个感觉是什么 头皮会发麻 然后那晚上我躺下去的时候 所以我是一个一觉到天亮的人 我从来没有试过 我躺下去会 大概三点多四点都会醒过来 然后呢 醒过来之后 你去上个厕所喝杯水 躺下去就开始睡不着 因为你会想说 离账单的截止日又近一天了 真的很恐怖 因为我们男人也爱面子 我们没有到那么惨 但是就是你会觉得 我好像该不该跟老婆开口转一下 这个口要开 他也很不适项 他不会自己出来讲 因为通常都是我处理 那个有自尊心 要是你会不会自己出来讲 老实讲我也不会 对不对 这是自尊心问题 读了一个啊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 要不要跟老婆说呢 然后后来决定还是要讲一下 因为家是两个人的嘛 又不是只有我的 然后跟他讲 然后他就开始问我怎么会这样 然后就开始一条条算给他听 真的 过年前的那一笔收入 大概三月四月就用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 每个月就开始来算 你这一个月支出啊 保险又到了啊 小朋友的医疗两万多块啊 然后爸妈的孝亲费 一万多块两万多块 然后呢 这个月的车贷一万多块 一个月夯不当当就五六万 这样子卡一卡 甚至没有钱的时候 那个家里气氛真的很怪 不会怪啊 老的去 就我老婆嘛 就去上班嘛 我老婆是在上班族的 然后两个孩子去上课 我一个人就是不出门 不出门就不用花钱啊 在家里就是看电视 喝开水 喝自己家里泡了咖啡 气氛不怪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 人会失智 你会觉得我好像养不起这个家 是什么心情 就是自我怀疑 我是不是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好像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 是不是 是不是好像我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没有在行的了吗 然后刚刚那个时候又很 乌漏偏逢连夜雨的是那个 我不是帮人家配音吗 那个时候其实节目配音啊 钱是还没有进来的 而且呢 又经历了一整年 那个配音 那个节目是停掉的 大家可能知道或者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连基本的收入是保障都没有了 对 心里是会慌的 尤其男人压力也很大 对啊 那男人要不然就说 赶快自己找事情做 自己赶快到处外面动 要不然就男人 男人自尊心放不下 然后在那边摆臭脸 然后谁也不敢碰他 你要是因为说 我们这个 你们知道你被谁要拿呢 对不对 篤林哥这是一种 我是另外一个 我会觉得 我好像没有帮到家里所忙 在家里开始你知道 傻少进退 洗衣服啊 晒衣服啊 你是赶快自己找事情做 不然会东想西想 所以后来 你去跟土地公公拜拜 对 我觉得这个好玄喔 这个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概到六月的时候 我觉得受不了 已经两个月了 那这样下去不行 然后六月初的时候 我就去跟我们家旁边的 土地公庙 就在我们家旁边 真的每天走路都经过 我就跟土地公贝贝问 就拜完拜之后 然后添了一点点香有钱 真的一点点 然后跟土地公贝贝说 我请问一下 这个状况能够让我好好的 支付家里所有的费用 然后甚至有些那个淫雨的状况 什么时候会来临 这个窘境什么时候会结束 结果就跟 这时候都不是拜祝 我要什么时候发大财 没有 愿望其实都已经很平时了 对 然后就拌杯 然后就抽了一支签 结果它上面竟然讲到是什么 等到一轮明月当空的时候 这个福祿富贵天智来 我说一轮明月当空 我就去查一下 八月十五 很久 去年的八月十五是十月 国历十月 我六月 可是我说真的 跟土地公贝贝贝拜完拜之后 开始心情放下 心情放下 因为好像他就告诉你 有一个东西在那边 你不要再去求了 时间到了迎刃而解 那你就是能够吃多少用多少 我们省着点过 然后跟老婆就开始 就把话讲开 心情真的好很多 就好像有一个寄托 有一个定心锚 定在那边 是 就不会再想 结果从七月开始 不是疫情开始松绑了吗 是 开始工作活动就进来了 然后十月的时候 国历十月的时候开始 之前配音的钱就开始进账 然后七月八月的时候 我跟美秀姐主持台语台的节目 也是从九月十月开始进账 我就 土地公贝贝太准了 感谢土地公贝的保险 让我们可以平安过去 你知道吗 真的是 真的 所以说真的人不要失智 不要失智 有时候拜拜 求一个这个定心 不是说还好 你的副业虽然有点辛苦 包子店 但是是有赚钱的 有有赚钱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合伙人 有跟我讨论到这件事 我们不把店关掉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这样 撒在那边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小小的转变 所以我们大概从国历四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开一些小的街边店 大概两个檳榔摊大小的包子店 就是你也没得地方做 你也没得地方挑 你进来看完那个冰柜的东西 你买了就走 这种街边店 然后我们尽量开在 譬如说新北市桃园 就让那些人不出来逛街 他不来台北 他也买得到 想不到街边小店 竟然是获利比较高的 因为它的流动率周转率很快 然后店租的便宜 然后第二方面是 我们本来在疫情时间 大家都想说松包子 包子不是可以做冷冻宅配吗 大家不是都是买宅配 应该会生意好 结果我们只好了一个月 因为包子太大颗 你家买个三颗包子可以接受 买十颗包子 我想应该没有人冰得下 对啊 冰柜都放不下 一个包子就是一个拳头大 十个拳头那包子就把冰柜塞满了 只要一个月 好了一个月之后 我们包子的冷冻的销料又掉下来 然后跟我的合伙人就开始在想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就发现有一阵子 大家很流行在 大家都在出水饺 可是疫情开始之后 就没有人再出了 反正大家开始在卖那个面 那我们就来做那个水饺 因为我们家的那个 我的合伙人 他对于面皮类非常有眼角 嚼得好不好 是面皮很重要 对 它的面皮就是你烫的时候会 那个皮泥咬起来是有咬劲 但是不会烂 然后冷的时候吃起来要Q 对 后来我们就找到了这个 来请问冷冻水饺怎么煮 冷冻水饺有两种 先讲第一个 如果你是不是冷冻 你已经先放到冷藏了 它已经不是冻着的 或是你是市场买回来的 你才刚愤冷藏的 这种煮法就是水滚了才放下去 但如果是冷冻的水饺 请你从水是没有滚的状态 就丢下去一起 让它跟着水慢慢煮到滚 大家 我在听有这种各种不同的煮法 真的吗 我一直认为水要滚之后 再放水饺不是吗 那是常温的或者是冷藏出来的 对 但冷冻的不一样 冷冻的水没滚 冷的水你就把水饺丢下去 因为水饺的泻跟皮鸭 它的膨胀率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是温水冷水煮水饺 它的膨胀会慢慢慢慢达到一致 那如果你是滚水就煮的时候 很容易皮就破了 里面还是硬的 真的 各位观众 你们家是怎么煮冷冻水饺的 这很重要 欢迎说我们秘号玩粉丝团 对不对 让我们知道一下 而且我们冷冻水饺 后来是去了便利商店 夯不当当我们大概满晚上市 结果两个月也卖了一万包 哇 不错不错 还可以